秋天干燥,容易伤肺,使人出现咳嗽,胸闷气短,咽喉痛的情况,那我们该怎么养肺呢? 下面木子教大家一个小方法,那这个方法就是按摩大鱼器,大鱼器在手上大拇指根部隆起的这个地方,大鱼器是肺经上的血位,和呼吸器官有很密切的关系, 按摩时可以使个手指交叉,然后用大拇指向前推这里,推五十下,再推另一只手,要感觉到有酸胀感。 按摩大鱼器能帮助提高心肺功能,对缓解咳嗽,胸闷气短,咽喉肿痛有很好的效果。 那想要养肺,平时还要多喝水,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,没事多运动运动,这样对肺脏健康有帮助哦。 得啦,就爸爸到这儿吧,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,下期见吧。